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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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伯父伯母 你看我来 你们做这么多菜 辛苦了 没事没事 不辛苦 来小少 吃菜 吃菜 小莉 这羊酒这味儿还挺怪的 是 不如爱锅头喝得顺利 小少 菜习惯吗 非常好 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吃 这么地道的家常菜了 欢迎你以后常来吃 对对对 吃多少顿再吃得回来 夏夏是欢迎你 长期在我们家吃 对对欢迎欢迎 小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股票证券方面的 做股票证券 我跟夏夏爸爸也吵股票 都套住了 对 是 这个股票市场 确实存在风险 小少 是你有没有什么 内部之类的消息 妈 你来喝点酒吧 怎么了 怎么喝 有喝二十九 问问怎么了 你去 没事 我呢不是做融资和风投的 所以没什么内部消息可透露 我们做股票 主要是看大盘的走势 公司业绩 发展前景等等综合因素 其实跟你们炒股没什么区别 那你是自己炒还是代人炒啊 都有吧 小少 小问问 就是你最近觉得哪只股票 就看好 来来来来 妈 喝酒 不是我问了小孩 我问了大爷爷 来小师 未来一段时间 我觉得新能源类的股票 可能会迎来一段时间的追仓 您要有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 600852技能股份 和600923新经典 干嘛去 我记起来 咱们不管 咱们喝 好 欢迎 我先算是深刻的体会到 什么叫人家地灵了 难怪这儿能出 沈冰这样的姑娘 以前总听小某说 她家前有多美 今天看见真的了 咱们喝 咱们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酒纸惠兰大花它多少钱啊 这一盘 这个我还真不好估算 不过我当时在这个兰博会上看的那盆花吧 那橙色还不如这个呢 那个标价就十五万 哎呦 我姑妈这一盘怎么也得二十万出头 伯父啊 你演那可真好啊 其实咱们兰有养兰 图的就是一个情趣 这个兰花有没有价值 那就看落在什么人的手里 比如临下不懂 对他来说就分文不知 伯父 您是一个懂啊爱蓝的人 所以我这盆九子大花回来送给您 我就送给人了 哈哈哈哈 拿着 这上 知音呐 碰到知音了 你喜欢就好 吃点水果吧 来 我真是太高兴了 哈哈哈哈 您贵啊 哎呀 难得 哎 我今天表现还行吧 哈哈 您怎么不说话呀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在想 我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么一大笔钱还给你啊 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是朋友啊 当然啦 那是朋友干嘛这么计较呢 我相信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的话 你也一样会义不容辞的 还有啊 记得上次你帮我度过的那个危机吗 那次你帮我减少的损失 是这点小钱的无数倍 哎呀 但是你今天那些东西 林夏 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和个性 很希望跟你成为特别知心的朋友 所以我才非常乐意地做你的大药瓶子 因为能帮你排有解难 能看到你开心 我也会感到很开心很快乐的 所以你不要想那么多 真的 哈哈哈哈 大药瓶子 你到底还有多少林丹妙药啊 那就看你需要什么了 不能说应有尽有吧 但是我会竭尽全力为你服务 我最怕欠别人东西了 你这个我怎么还呢 你的笑容 你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因为能帮助像你这样一个 既单纯又善良的女孩子走出低谷 能让你重新欢笑重新歌唱 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林下你应该明白 你唱歌不是为了疯子 也不是为了别人 而是为你自己 我希望尽快地能听到你的低谈题 好吧 你这一把年纪了 不会还是个单身吧 怎么可能呢 像你说的我都这么老了 我的太太和两个孩子都在新加坡 女儿九岁 男儿七岁了 多幸福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分居两定啊 这样多累啊 还好吧 妈 替我谢谢你爸爸妈妈 他们今天的菜做得很好吃 我已经很久没这么成长了 走了 再见 我送走了啊 哎呀 夏夏 这小少什么来头 你看 这个 这么大方 嗯 听这个谈奏吧 见过大世面的人 气度不凡 夏夏 老爸 老爸 对这个小少没意见 你们可以叫吧 什么乱七八糟 怎么是乱七八糟呢 我看小少对你非常认真 不是 是啊 你们看 你们看 这一盆花一出手就二十几万 啊 这么大手大脚的 这是过日子的人吗 不是 我说 这事吧 你得这么看啊 他对咱们这么好 那肯定就是对夏夏好啊 是吧 他可没夏夏花这么多钱 这说明他夏夏特别的认真 哎 哎 不是 那个酒 也不便宜吧 对啊 夏夏那酒叫什么呀 路易十三 哎呀你本管十三十四 他多少钱吧 两三万吧 啊 都 两两三万 我天哪 这是我一年的工资啊 不是 哎呦这么贵你怎么不说一声 你 我要知道这么贵 我不喝 你也是老林 你怎么说打开就打开了呢 你这事怎么能怪我呢 当时不是你说的吗 咱们家没人喝 是吧 人家来了招待人家喝了 那 我说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那平时我说什么你怎么不听啊 这不能怪我 这都赖你 怎么赖我呢 不是 另外我就不明白了 这酒怎么就这么贵呢 你怎么这么贵那么贵的 你说我 我平时啊 说你 说你干 这有什么样的 那我先会冷ブ了 你给你 你给人买了 我看你 有什么人 你像我一样 你自己我一样 你叫我一样 你怎么那么贵 你全部都叫我 你不想干 他 对 这边 这怎么越走越穷了 那不正好 让你体验体验生活 省得你现在福中不知福 小朋友 那个石小猛家在那儿你知道吗 能带我们去吗 正好什么事了 大爷您好 请问这是石小猛家吗 你们是 我是小猛的大姐同学 我叫吴迪 他叫成峰 哦 你们来了 我是小猛他爹 小猛在电话的时候 经常提到你们两个 快快进屋 怎么小猛没有和你们一起来啊 哦 那个我们俩是旅游 顺便来看看您的 小猛啊 马上就进新公司了 马上能接您到北京享清福去了 哎 想什么福啊 小猛的走出可真是不容易 要是没有你们这些好朋友对他的帮助 他在北京那个地方是站不住脚的 小朋友 谢谢你啊 来 哦 他叫阿道 是个哑巴 阿道 小猛 去玩吧 啊 进屋 哎 来 小猛 这个是你对不对 嗯 这个是你吧 对 叔叔 阿姨呢 哎 你阿姨啊 前两天把你扭上了 是神明把他送到了医疗室 神明 他来过了 来过 早晚上就来过了 神明呢 真是个好孩子 每次到我之前来的时候 都是带着东西拿着钱来 叔叔 嗯 神明家离这儿近吗 不太远 不太远 你们生气啊 哦 我们想过去看一看 您方便的话 能给我一个他们那儿的地址吗 行是行 那你们总得留下来吃顿饭嘛 叔叔 要不下次再跟您吃饭 今天先给您带点东西 哎 你看 这样子我们心里不好够啊 嗯 没事 没事 叔叔 哎 老公 来 手里多少钱钱的 好像 我先走了 哎 你快把它拿走了 我蒸一趟 这是神明的地址 哎 谢谢叔叔 啊 这钱啊 这小猫让我们带给您的 啊 必定放这儿了 哎 哎 我们先走了啊 叔叔 还有这些吃的您别忘了啊 啊 好好好 你们慢走啊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你先知道啊 小猫家球 但真没想到球中那样 现在知道你以前的生活环境 有多优越了 你就应该多来来这种地方 受受教育 没法想 一想 就觉得特别对不起小猫 行吧 她跟神明分手也不是因为你 如果你真的跟神明好了 我最希望的 是你能够跟小猫处理好贵 没关系 咱们三个是好兄弟 我谁也不想失去 还有 如果你这次对沈冰 像对以前姑娘一样 我亲手验了你 我自公 不对啊 应该是这儿附近 老吴 你该是这边了 你干嘛拿去啊 沈冰正好不在家 我刚好找他妈谈的呀 你跟人妈说什么 说我喜欢你女儿 人不给你轰出来才怪呢 那我能怎么办 我就在单门口 像他赖笔狗似的 我留着哈喇子我在这儿等着 你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 但这种事咱真急不来 也是 遇到关键时刻 我也需要冷静 对对对对 我必须拿出曾经的锐智和果断来 没错 不能晃 绝不能晃 怎么办呢 皇天不负 有信任 老吴 我只能说 这是神的旨意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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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家 小院真挺好的 你们要干什么 阿姨 阿姨你好 那个 您这院子里是不是有空房子要出租啊 你们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租房子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 我们俩是搞文艺创作的 我是一个音乐人 他是一个作家 对我是作家 我们此次来河顺古镇 是专门来采风的 所以想租租一个空房 住下来找一些艺术灵感 老吴 你赶快给阿姨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 好 老吴 老吴 你看 这个小院多美啊 都有艺术感觉 对对对 就一间房子了 还不带卫生间 住的管吧 住的管住的管 那就看看房子吧 我这儿不讲价 没问题 一个人一百块钱一个月不管饭 管饭一个人两百块钱一个月 我们要管饭的管饭 那就我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 要住多久 这就不太好说了 我很快回去 他可能要多住几天 对对对 直到我把作品完成了再走 就是这间房子 喝 真不错 是吧老吴 你说呢 既宽厨啊又敞亮的 香土气息浓郁 特别适合窗户 没错没错没错 阿姨 那个请问您这院子里面 有几个人住啊 平常就我一个人 现在女儿回来了 两个人了 行 那这房子我们要了 那就先交订金吧 订金 钱不是都给你了吗 你一点没留啊 你觉得呢 阿姨您这附近有提管机吗 镇子里有 镇子里有 多取点啊 钱没了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谢谢阿姨 嗯 阿姨这菜呢 给一年的房猪 我这最多收三个月 别别别 这钱你留着给我们 当家菜的菜去 要家菜自己买 妈回来了 这是我女儿沈冰 嗯 沈冰啊 这是我们的新访客 选择 我们的新访客 没钱 赶紧 老五 哥们儿实在是 太喜欢这儿的生活 顾震 小月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美神 我都不想回去了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以你这个个性 在这种地方 根本待不住 谁说的 沈冰能待多久 我就能待多久 你觉不觉得 沈冰他妈有点怪 是挺酷的 和沈冰一样 都冷冰冰的 反正我觉得 他妈一定是个 有故事的人 确实不太像 这种小的一玩 吃饭了 我们平常吃的 都非常简单 也不知道你们 这些北京来的 吃不吃得惯 菜简直做的太好吃了 老吴 你觉不觉得 全北京 找不到一家 这么好吃的菜 阿姨 真好吃 这菜是我女儿做的 沈冰啊 各人在夸你的菜 做的好吃 谢谢啊 阿姨 您年轻时候 一定特别漂亮吧 我 对 这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 绝对看得出 明人都看得出 是吧老吴 是 您年轻的时候 肯定属于那种 沉冰落雁 毕业修化 没错没错 而且是那种 气质凸显在美貌的前面 内涵引领下的各种妖娆 是吧老吴 对 从您女儿身上 就能看出端倪 多好的遗传基因 没错没错 真美了 绝对与这严严着实 有一种背道耳识的清凉 你是在夸我吗 嗯 是啊 嗯 嗯 这汤好喝 疯子你尝尝 好好好 疯子 嗯 你也叫疯子 嗯 你喝碗汤吧 这汤挺好喝的 你尝尝 这汤是我做的 怎么样味道好不好 阿姨 实不相瞒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不知道为什么 刚刚喝您这个汤 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妈妈 您想想 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 来到了河顺 河顺这么大 却偏偏住进了您家的院子 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 还有 您长得特别像我的妈妈 啊 真的假的 不骗您 尤其是您每次 看沈冰的眼神 那么温柔 那么慈祥 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全世界的母亲 看自己孩子的眼神 都是慈祥的 我的眼神 不慈祥 不 不一样 只有您的眼神 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所以我说 我跟您之间有一种 很特别的缘分 阿姨 我们这么投缘 您如果不嫌弃的话 干脆这样 就别拿我当成什么客人 拿我当成 您半个儿子吧 好了好了 你们这些搞艺术创作的人 就是会说话 阿姨 我跟她从上学到现在 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从来没听过她这么说话 感动 我都受不了了 疯子 疯子 她说的都是真话呀 我发誓绝对是真的 阿姨 你就看在我 失去母亲这么多年的分上 让我叫你一声干妈吧 妈 不要 不要什么 我看挺好的就这么定了 你 疯子 疯子 那 那我 我认下你这个干儿子 干妈 疯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为什么要认下你这个干儿子吗 因为 因为人家也叫我疯子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妈 其实他们 他们怎么了 他们吃饱了 吃饱了吗 对 我们吃饱了 吃饱了吗 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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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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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好了 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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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不知所起 亦往而生 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 死而不可复生者 不可 你怎么也跟他一起胡闹啊 你怎么也跟他一起胡闹啊 他你还不知道吗 他这人风起来谁拦得住啊 我这次要是不来 它就被你这排出所给拘留了 你怎么也跟他一起胡闹啊 你赶紧想办法把他带回北京吧 你别让他闹了 有些事情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你先忙啊 陈锋 我知道你是无赖 但我没有想到你会无赖到这种程度 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 虽然是在骂我 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就算你在这儿住一辈子 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你赶紧回北京去吧 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 反正我已经想清楚了 你答不答应我已经不重要了 我真在这儿住一辈子 只要每天能见到你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在这儿好好干活啊 我去帮干妈了 我不是跟你说我今天晚上没时间和你见面吗 我来通风运气 万一你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我答应无敌了 这两天我不会和你单独见面 也就是说你宁可一个人孤单的回家对着电视 也不愿意给我祝国晚餐的机会了 拜拜 爸 没事我先回去了 回房间干什么 在这儿聊聊天不是挺好吗 小吴啊 喂 你准备创作的是小说呢 还是散文 小说 他准备写的是个小说 那大概的故事内容呢 讲述什么的 他讲述的是一个北京的男孩 然后他爱上了一个云南女孩 然后不远万里追随到他的家乡云南 然后来追寻自己的爱情的一个 特别曲折动人的一个故事 疯子 我问小吴呢 怎么总是抢着说 不是干嘛 你你不太懂情况 他这个人啊 他比较含蓄 他他内敛 他不太善于表达是吧 对 我只会写 不会说 对对对 那疯子你是做音乐的吧 我是啊 我如假包换 那你等着 我去吧 这把琴啊 二十多年没有动过了 你试试还行吗 Bernard会真的 shel 我会把琴 有一种 老板 过来 挺好的 是吧 好丝 不要 那唱一首歌吧 好啊 小雨它拍搭着水火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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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还会牵挂它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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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滴眼泪已落下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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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的也和谁说话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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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的泪和谁来擦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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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你好心情再出发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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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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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拜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明天一早 大盗回府 只要你归心思见 就不拦着你回去去求你的幸福了 真可惜 这么美的风景只能拿手机牌了 没关系 欢迎你下次再来 最好带着你们家小五 真够不要脸的 这才几天啊 去把自己当地主了 那是 来 进来 你这对铃铛呢 它是一对很有当地特色的银铃 它是风阴阳的 一个是龙铃 一个是凤铃 你把它对在一起 可以听到第三种声音 可以试一下饭的耳朵 对在一块 去 好听啊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哎呀 不错呀 一公一抹 你买回去以后送给某人 戴在身上 定会毒私人啊 然后你们俩就可以 阴阳搭配 水乳交融 其交和明 丁龙捣风 嗯嗯嗯嗯嗯嗯嗯 臭 老板 这有料的 你怀孕了 快三个月了 不会吧 你确定吗 你看看 能不确定吗 你自己立嫁 多久不来不知道吗 临时就不太准 哎呀 你们这年轻女孩 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人流啊 对女孩子的身心啊 伤害很大 以前做过吗 要还是不要 要快点做决定 这是再拖 对你的身体 伤害更大 虾 ä quello 是